这里是苗栗公馆山里的 一处竹炭窑场 当初大哥宋永万 靠着家传的烧木炭技术 尝试烧制竹炭 一开始确实失败连连 就在这边摸索 真的是摸索 这样一咬烧了半年还在烧 客家人不服输的个性 克服重重困难 最后终于成功烧出 高品质的竹炭 我们是完全联工控制 竹炭主要就是密度 硬度还有它的批表面积 效果就在那个地方 守着炭窑又热又苦 但十四年来甘之如银 我不打算烧很久 我苹果王宝山我就晕 客庄家族一向团结 兄弟齐心 共同开创事业 父亲的教诲更是时刻不敢忘记 老爸教我们做生意 不要贪心 没贪心 没贪心 对别人来说 闲脏的炭 在老三宋永健眼里 却能看到无限契机 我们的产品的方向就着重于在健康养生 研发出众多商品广受欢迎 说起这新开发的毯子更是难掩骄傲 消费者给我们的一个肯定 这个掌声也不断 所以我们觉得说其实还有很多的产品要持续开发 老四宋永丸不断从生产细节中将产品优质化 把炭的等级提升 那我们用炭的量稍微减少一点 让客人使用比较轻便 宋家兄弟合作无间 发挥客装家族凝聚力 让这黑漆漆的竹炭发出一道道耀眼的光芒 上课咯 木桃星 木桃星 木桃星